哈囉 各位好 我是洪志 今天在家裡 那今天跟大家來分享一個 其實你已經做很多的好事了知道嗎 只是我們都忘了去澆水 在這一陣子有朋友在聊天嘛 他說我沒有時間 或者是為什麼每次我去 我去拜訪客戶 然後我總會很害怕 總會怕被拒絕 或者是我做了很多的努力 可是都沒有成果 或者是我在情感上為什麼一直跌倒 或者是為什麼我一直有人會對我生氣 或者是很多的或者是 事實上我們做了很多好事 只是就差了這麼一個步驟 OK嗎 就差這麼一點點 一小步 就少了這一小步 你就可以讓吸引力法則 你就可以讓所有宇宙的運作 然後整個全世界的力量都在幫助你 缺什麼知道嗎 就缺了晚上 你一整天最後最末的這個 這個 冥想最後最末的這個支持 經典裡面有講嘛 送佛送到西嘛 如果我們今天做了很多的好事善事 甚至你在路上捐款 捐款給這個愛心香也好 或者是捐款給路上的這個乞丐也好 我們做那麼多好事 可是居然在我的身邊 一直在發生一些 哇讓我起伏高下的事情 就差這麼一點點 就缺這麼一小步 就是去祝福你給出去的那個人 或是給出去的那個機構 那個單位 或者是你支持的事業 你支持的朋友 你支持的夥伴 在你的意念當中去把它顯化出來 OK嗎 你可以當下就做冥想 祝福的冥想 能量的冥想 支持的冥想 然後去讓這一筆 你花出去的 或者是你去做的陪伴 或者是你給出去的時間 都可以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有沒有每天早上會去買早餐 OK啊 你買早餐是不是就給出你的 給出你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可不可以種財富的種子 可以啊 你買早餐 是不是你去支持這個老闆 你或許可以給他一句鼓勵啊 有沒有 或是讚美他 種讚美的種子啊 或者是在旁邊看著他生意這麼好 然後一直有人這樣子在交易 一直有人在 在這樣子付出 OK嗎 去觀察他的辛苦 去觀察他的這個給予 去觀察他 這些好的好事 不斷的在周遭的發生 去觀察這些 然後當下冥想 當下去做祝福 OK嗎 然後你晚上回家的時候 你會發現哇好多事情 我坐捷運也在付錢 我坐公車也是 我買早餐 我去便利商店 我去 我今天去餐廳 或者是我今天去買衣服 這些都是在支持別人嘛 OK啊 我今天幫我的客戶的服務 我今天幫我上游的廠商 我今天幫助我的爸爸 我今天幫助我的媽媽 我今天幫助我的朋友 我們做好多好事情 你事實上是個大善人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值得讓自己更幸福 你值得把自己的價值活出來 你值得讓自己更有錢 你值得讓自己真的活在 你喜歡的那個狀態裡面 就差這麼一小步 讓這件事情真正達成的一個小步驟 就是 把對方的好不斷的顯化出來 當你這樣子做 老天爺就來幫你了 所以你不要再擋住老天爺的路好不好 去幫助別人 然後讓更多的人來幫助你 好不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